而中東以哈戰火為歇 有沒有可能再爆發核武戰爭呢 現在傳出來 我們來帶您看看中東的這個國家 伊朗製作核武的技術 已經大躍進 他們已經進步到十二天 就可以生產一顆核彈的原料 這個消息讓國際之間非常的震驚 因為目前在中東地區 像是以色列 以色列這個是有在發展核武的國家 如果伊朗的技術進步這麼多的話 勢必會讓中東的局勢更緊張 全球威脅層級可能又會再提高了 目前我們來看到在中東地區 以色列就是核武的國家嘛 雖然官方一直不承認 但是之前他們曾經揚言說 乾脆丟一顆核彈到加薩去好了 這樣的說法也證實了 以色列發展核武並非是空穴來風的 那以色列被認定是全球第六個核武國家 以色列發展核武的時間 是在一九六七年就發展了 當年他們就有能力製造作戰用的核子武器 那麼後來六日戰爭之後呢 以色列他們也大量的生產核彈頭 目前就估計以色列擁有的是兩百枚的核彈頭 那麼平均呢 每四點七萬人就可以有一枚核彈頭 那來帶您看看像是在美國的部分 美國的部分平均是每二十三萬人 是一枚核彈頭 中國是每四百六十六萬人 是一枚核彈頭 所以相比較之下以色列的核比例可以說是全球最高的 那以色列發展核武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了 那麼同樣講到了在中東國家的伊朗呢 伊朗一直都是以色列的死對頭啊 如果伊朗現在也發展核武 那就很糟糕了 那伊朗的核武技術更早 伊朗的核武技術要看到從一九五九年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發展了 那最近的原子能總署又發現伊朗 他們正在加速生產武器級的濃縮釉 目前的濃度是已經來到百分之六十了 來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話 就是接近武器的等級了 那目前百分之六十的濃縮釉來講的話 伊朗每個月的產量是已經可以從三公斤增加到九公斤了 美國的國防部就說二零一五年的時候呢 伊朗要製造一顆核彈的原料 當年他們的技術是一年的時間才能造一顆核彈的原料 但是現在已經進化到十二天之內就可以生產一顆核彈的原料了 所以這樣的大躍進等於說技術的進步超出了國際的預期 而且在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伊朗也被發現在改新的一個核武設施 那麼以色列當時還嗆聲說他們會嚴密監控 而且以色列講了我們自己也準備好了 那其實伊朗在大肆發展核武之前 他們還是有乖過一陣子的 因為當時很多國家對伊朗都有一些金融制裁嘛 所以當年伊朗就跟六大國達成了協議 當時伊朗怎麼說呢 好 伊朗就講說我不發展核武了 那你們也要答應啦 取消對我的制裁 於是這個非常有名的叫做伊朗核協議 就在二零一六年的一月就這麼誕生生效了 當年伊朗同意說他們的濃縮又生產的濃度不會超過百分之三點六七哦 也會關閉改建的核設施 但是隔了兩年之後呢 美國前總統川普就說這個協議非常的糟糕哦 因為這個協議對伊朗根本起不了什麼作用啊 所以後來美國就乾脆撕毀協議 先退出了這項協議 那伊朗就很生氣說大罵美國是流氓 那伊朗當然最後他也終止了這項協議 那我們眼看伊朗現在的核設施 伊朗現在的核進步 以前說濃度不超過百分之三點六七的 現在眼看他們進步到多少呢 剛剛講到了百分之六十的濃度 以後還要增加到百分之九十的濃度 我們接下來就來帶您看看 這幾年下來伊朗最新的一個核武發展 以及最新對全球的威脅態勢 漫天成土的沙漠地區 一枚飛彈直衝天際 這是伊朗二零二三年開發的 凱巴彈道飛彈進行試射 據說最大射程達兩千公里 說明伊朗想發展核武的意圖 似乎早就蠢蠢欲動 伊朗是否秘密藏有地下核武設施 根據專家分析 如果真的藏在地底 恐怕連打擊都很困難 另外根據國際原子能總署一份報告指出 伊朗已經翻轉數個月以來 國際間要求放緩濃縮又計畫的做法 也就是說他們很可能正在將又濃縮到百分之六十 接近武器級的程度 伊朗澄清沒有做任何新鮮事 一切都是符合國際原子能總署合作的框架 但農作用是生產核燃料的關鍵步驟 還是讓許多國家相當不安 從1950年開始發展核能的伊朗 技術到底進展到哪 以色列伊朗兩國本來都是親美盟友 以色列伊朗兩國本來都是親美盟友 但現在卻把對方視為最大敵人互相控訴 但根據美國國防部指出 伊朗其實已經有能力 在十二天時間製造出一枚核彈 儘管伊朗擁有大量製造核彈的物質 但包括美國在內 許多國家認為伊朗 其實沒有掌握實際製造的技術 因為這一時機 伊朗與蘇聯關係密切 在蘇聯的幫助下 伊朗學會了飛矛腿導彈核技術 順利進入導彈國家行列 90年代 蘇聯突然解體 大量軍事專家外出賺錢 伊朗成績以高額工資得到了大批前蘇聯核專家核導彈專家 為了擁有核技術 伊朗不惜面臨經濟制裁等危機 這座被稱為中東火藥庫的國家 也讓世界局勢持續動盪不安 三零新聞 柯信一報導